同志们最近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一些博主很早之前都没有去录制这个视频 航行起来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做一些视频 开始进一个圈子里面随便的去喊单 看到韭菜进来了之后 他们又开始来割韭菜了 其实我看到了一个币圈的人 看了几轮都是这样子的 只要币圈的行情胜涨了 那么之前那些人都回来了 什么币圈链圈矿圈所有人都回来了 就是那么种情况 所以随着市场的一个狂热 很多一些割韭菜一些项目 还有一些项目方 还有一些博主都开始要重新去加入整个市场 去营销去让一些韭菜进场 那么这段时间我也是观察到很多的韭菜 其实已经进场了 是吧 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了 如果你看那些博主很久不更新之后 忽然现在又更新了 那么你要去注意了 是吧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像我这种每天都坚持更新了 每天都去复盘整个大盘的一个走向 不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也是连续更新了 我1500多天的一个时间 是吧 三年多的一个时间 是吧 三四年的一个时间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的话 当然我进这个圈子也是挺久了 是吧 大家也可以去看到之前 我很久之前的一个视频 包括我微信公众号上面 也有能演那些文章啥的 是吧 还有微博是吧 其实都可以看到 那么这段时间的话 我一直是在这个油管上面进行更新了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到 现在的一个整体价格 其实已经反弹到一个29500美金 这个水平了 那贪婪指数的话 是处于在一个64的一个水平 处于一个贪婪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的话 很多的一个币种的话 其实都率先进行上涨了 包括这个BGB的话 现在已经回到之前的一个0.41附近了 很多的币的话 重新到反弹到之前下跌之前的一个水平 是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仍就是在这个上涨通道当中 而且的话 我们说了上个视频 我们做有比多头 去测试到上方的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就看到 到这个位置做多了之后 我们去持续去看到突破这个3万一个水平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那上个视频我说过了 他也会突破这个3.5这个水平 因为的话这样的一个深度洗盘之后 一般的会伴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不是暴涨 暴涨到百分之二三十的一个水平 就是下跌 这是一个情况 所以说接下来的行情的话 会面临巨大的一个波动 一般的话 洗盘之后的话 我们百分之八十的一个概率 都是一个上涨的行情 因为的话他为什么要洗盘呢 是吧 洗盘就是为了更好的一个上涨 清除掉合约 清除掉一些 多死多头之后 把这个资金给清断 压力没那么大之后 快速进行上涨 那么这一步的话 它是有一个典型的一个动作 像之前这样的行情一样 是吧 快速下跌之后 快速进行反弹一波 是吧 我们看这一波能反弹到哪里 如果能够去顺利去突破到上方的一个 这个位置是吧 这片机遇也就是三万三这个水平 那么这一片的话 就不像之前这种行情一样 不像之前这种回调之后 要快速反弹之后 要快速插下来这种行情 那么我们希望的话 这一波的话不是这种 不像之前这种行情一样 但是的话 整体的价格依旧是持续去看涨了 说说 这段时间的话 一定要去注意了 防止它的一个忽然暴涨的一个动作 导致大家的一个空头 进行一个爆仓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的话 首先大家要去观察这个位置 三万一 第二就是三万两千五百美金一个水平 那么突破三万一之后 它很快就会上行到一个 三万两千五百美金这一代水平 所以大家非常非常的要注意 那大家可以看到四小时级别的这个情况 那四小时级别的话 在这些位置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位置插了一根下 长了一个下影像 去跌破这个MV30均线的位置 快速进行反凑 那又重新回到这个高点这个位置 其实看到这种爬面的话 我们要注意了 这种爬面 一般都是一个较大的一个洗盘动作 四小级别的话 在这个零头上方 它的动能还是比较强 所以说你不要盼望它一下子 能够去跌得很深了 我们去看了很高的位置现在 因为的话 它的一个大级别的一个动作的话 依旧是在的 那后四的话 如果上涨的话 它应该有几千点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水平 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再来看一下比例的一个合约 那么今天晚上八点的话 会有一笔 多头的一看 涨的一个期权 到期还有看空的是吧 它会清算掉这一波 看它怎么走 反正现在的话 多头还是占据的一定的优势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推特这里 其实我在推特上面的话 每天都会发一些内容 大家也可以去看得到 去进差 那后续的话 我也会在我的推特上面 进行一个抽奖活动 大家一定要持续去关注冷眼的推特 那后四的话 有福利的话 我也会在这个推特上面进行发布 这是一个情况 那现在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水平 其实大家有目共睹 是吧 它既然能够重回到一个 29,000多美金 没有去 之前都跌破到这个下方这个水平了 是吧 跌到这个27,000这个水平 26,900多美金的水平 要快速进行反弹 那么这一波的话 直接是反弹了 有接近10个点了 是吧 10% 那再往上的话 它的反弹空间会更大 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去做空 是吧 就是因为的话 这个这一波的行情 确实是没有走完 是吧 你看到市场上面 很多利空的交集 其实就是一个 要空的一个情况 是吧 让你去做空 做空之后 那快速它抽一根上去的话 直接让你爆仓啊 那这种盘面的话 其实我是见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我为什么叫大家 一定要去注意这种盘面 你看像这种之前这种行情 它正正正忽然又掉下来 是吧 但是现在的不一样 它不是正正正 它是一路是突破新高 是吧 高点不断创高点 是吧 它是一个上涨 一个通道啊 那像之前这种行情一样 是吧 它不断去创造一个高点 你要去做空的话 你就会非常难受 是吧 而且赚不到多大利润 亏损的话 亏损非常多 这是一个情况 那今天的话 一个分享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的话 点点关注 点来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大家好朋友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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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